经历里头有提到 其实它是一个故事啦 很有趣 他就说这个提伯达多不是因为他怎么样 出佛生邪对不对 害佛对不对 他造了这个无力重队 他就掉到地狱里头去啦 然后呢 那佛就派阿南去怎么样 去慰问看他好不好啊 那他去了以后呢 就跟狱卒就问说 我要找提伯达多麻烦你帮我 开一下请他出来 狱卒问他什么 你要找哪一个提伯达多 每一尊佛都有提伯达多 你要找的是哪一个提伯达多 这个意思就是说 提伯达多有点是一个 什么 帮助你成佛的一个逆行菩萨的意思 他本身其实也并不是这么十二大做 他其实也是在帮助成就菩萨道 你看那个法华经理提伯达多品 就有提到佛跟提伯达多的因缘 是因为之前提伯达多曾经是他的老师 曾经有指导过他 所以他们两个的因缘很难解释 虽然他这辈子看起来像这个 哇又是这个 又是分裂这个身团 又是出佛生血 简直没救了对不对 可是你从无量节的这个因缘来看的话 事实上这个提伯达多 是成就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因素 很重要的因素 那每一位佛在修行菩萨道要成佛 都几乎会遇到这样的提伯达多 那提伯达多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 就是只要是怎么样 让你产生这个突破的 遭到恨逆而不会退转的 那这位可能就是你生命里头的提伯达多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每一专佛说的内容 我相信《法华经》是都涵盖的 但是呢 看你要从哪个角度去理解 有广有略 那其中的一定是氛围最重要的内容 一定都还是在不断的流通 不断的在教化里头 那所以不用担心说 我们好像读到的是不是最完整的 我们现在能够流通到就已经很不错了 《法华经》还在流通 已经要十分感恩了 我们已经在什么时期了 末法 对我们已经在末法时期了 所以我们能不能像这个常不清菩萨这样修行 或是能不能像其他非常亲近的菩萨修行 不容易了 所以鼓励大家就是说 如果大家听闻到《法华经》 也应该用这个五种法师的方式 有没有继续怎么样 继续把《法华经》弘扬出去啊 所以这叫劝词流通 有没有 你们就是要担负起这个共同的责任 不止法师有 你们也是其中的一种法师 五种法师里头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后面有一位 我想请教一下 那个法师功德评里头 有谈到对《法华经》的受持读 还有书写解说 当时师父也曾经说过 法师的定义未必是指出家咒 那事实上我们的理解 常理来讲 就是说 加拉居士抬白讲 对经义或对佛学的训习 毕竟还是比较短浅 所以我想请法师可以说明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条件 才可以具足来讲说 或宣说解说这个《法华经》 那我第一个问题也衍生了我第二个问题 我曾经听说白衣不说法 那我是不知道他的典故是 原由是宠恒来说 我想针对这两个问题 请法师开始 谢谢 好的 在佛灭后 其实在这个不派佛教时候 这些属于这个僧团的部分 他们都一开始是这样 不让这个不让白衣可以流通的 都是深重去注持佛法 那到后来 这也间接的影响了大圣的兴起 就是说有很多 其实白衣他们也想学佛 他们也很精进 那就会产生所谓的白衣的教团 这个教团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教团 是说有白衣组成的一个 就是扶持佛法 弘扬佛法的一个角色 那至于白衣可不可以说法 我想既然法华经里头 告诉你有这五种法师 他并没有限制说一定要出加重 所以诸位就应该可以放心 就是说 其实再加重也可以做这五种 是不是 受词读诵 书写解说 那这个至于你要什么程度 可以讲说法华经 严格上来讲的话 在法华经里头有提到 第一个要批如来一 第二个要进如来师 第三个要做如来做 做如来做之后 这三种可能都已经OK以后 你就可以宣说法华经了 做如来做意思是以法空为作 在寄送里头有提到 换句话说 你如果有这个程度 你也这个 一个批如来一就是柔和忍辱一 对不对 入如来师就是要什么 大悲心 要悲悯一切众生 一切友情 然后以什么法空为作 然后为世众讲法华经 这是里头比较严格的这个要求 可是我们如果说还没有到 真正体会到法空 如果我们能够用流通 劝词的方式 我们不是前面有说随习辗转 教化吗 我们哪怕把这个一小段经文 一个寄送 我去跟别人分享 让别人能够得闻到法华经 这个不也是一种 我们自己可以马上修行的方式 对不对 所以一种是 你就是已经层次很高了 你去宣说法华经 另外一种层次是 我可以随习辗转啊 对不对 或是劝别人来听 对不对 我自己听 然后劝别人来听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你用这种说的方式 也许你只能部分 也许没有办法说解释的很详细 但是有没有得到利益 众生是有得到利益的 那所以白衣 不是说不能说法 而是说白衣 你身做说法的时候 不要产生供高我慢 这个是忌讳的 当你身做说法觉得 诶 我很厉害 我比所有的 出家中这些身保都厉害 我可以宣说的时候 你自己就是一个真上慢 你如果有这真上慢的心 你去 即使你讲的是一个大法 它是不是能够让别人信受 是不是能够让别人 能够产生修行之力呢 这是有问题的 那我知道现在 包括我们现在社会里头 有很多白衣修得非常好的 他们自己本身修持的很有功力的 那经律也都 都已经怎么样很贯通的 他也可以说法的 他们也有像类似这样一个讲堂 也在说法的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你要 就像刚刚说的三法印 三法印记得吗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其境 如果他宣说的 他是带着一种 包括骄傲 或是有我持在里头 那他今天这个 宣说法娃经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清净 是不是 不是说不能讲 而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宣讲的人 都要怎么样 把这个佛法的道理 要先内训 内话以后 为别人讲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我不敢说我的这个修行功力多好 但是我尽 我这个弟子的身份 我希望能够流通法华经 所以我来介绍法华经 那我希望诸位也可以继续流通法华经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学习过的方法 都还可以留步的 好 还有 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 好 那谢谢诸位来参加 希望经过这集品 诸位可以怎么样 在修行上面更加得力 谢谢 我们最后一起来回向一向 那请出位其力 好 请合掌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藏西消除 世事藏行菩萨道 好 向上一问讯 向圣言师父一问讯 向圣言师父一问讯 文理谢法师一问讯 文理以妥佛 谢谢各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